那先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的確定病例 本土的病例有6例 那境外的移入有26 26例 死亡的個案沒有 那入境的主要國家 那美國11例 那印尼 緬甸2例 那其餘各有 幾個國家進來 那現在進來國家的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疫情 所以國家數是比較多 那至於增加了 增加的個案 本土的個案 一個是17369的家人 17369的家人 那17369大家記得應該是 從我們的 這個機場的清潔人員的17239傳到歌友會 歌友會有3名 那那3名裡面 其中一位大概是姐姐 那 有他的家 家人17487 那另外 就是另外的5位 有2位是機場首推車的工作人員 17506 17503 那17503 大概在調查裡面 他跟我們前兩天公布的 就是居服員的先生 那也是首推車的工作人員 17473 他們大概跟另外有2位 他們每天都一起 開車 大家4個人共乘 上下班 所以他們2個確診 那至於共乘的4個人 另外2個人目前是產英 那當然是列在我們的 居隔的對象 然後在新增的 新增的 兩個人 一個是這個居服員的小孩 居服員的小孩 17504 那居服員的小孩 他在安親班的同學 在擴大去踩到安親班的同學 17505 那這2位就確診 那因為他們這2個讀的 小學各不一樣 所以這個小學 就有這樣的一個停課 小學就停課 然後17505 他們的 他的 在上面有一個哥哥 在哥哥的那個 國中裡面 就預防性的先停課 把他調查清楚來 那至於在174772 有一個友人17507 他也確診 他也確診 那17507 因為他有一個女兒 也在讀國中 是國中也先預防性的 先停課 那另外在手推車的工作人員 除了剛才17503 另外一個手推車的工作人員 也驗出是17506 所以在整體這裡面 來看 除了以公告 除了以公告案例 那在新增的 手推車人員 在機場的擴大採檢8924人 除了今天早上還有一些昨天還沒有到的以外 那其餘8 8924人 就是從昨天 前天 昨天跟今天所公告就是踩出3位 都是他相關的工作人員 沒有其他的 職類再來做增加 那至於居服員也是大家關心的一個案例 那居服員的本身 他所照顧的有7個家庭 7個家庭 那5個家人 這12個人當然也是會居隔 那現在但是採驗 在目前採驗都是陰性 我會不會是陰性